大師我想要請教你 當然我們知道下載看都是不對的 這就不討論了 但是有的人是有慾望 他可能沒有這麼做 但他心中就很想說 甚至有人說 你那有沒有我可不可以看一下 想一想他又想 我還是不要看好了 可是這句話他已經說了 我想看一下 有慾望的話 這要怎麼克服啊大師 是這樣子 我自己本身不會這個網路 我不會 因為我沒有Computer 我沒有電腦 那麼我自己也沒有手機 我也沒有手機 沒有電話號碼 你要聯絡我 聯絡不上 那只有這個師母有手機 但我是沒有 另外就是說 我不想聽到 這個讚美的聲音 也不想聽到 毀謗的聲音 我通通不想知道 但是事實上 你修行的定力很夠 你是可以聽 但是不放心上 但是你修行在不夠的時候 也會動搖你的心 所以這個 很多佛事裡面 他們在授誡的時候 就貼來一張紙條 TEMPO 貼來一張紙條 靈動千江水 勿扰道人心 靈動千江水 你可以去把千江的水 都把它弄得動 但是不要去干擾 修行人的心 不要去干擾到修行人的心 事實不然 事實是說 這個靈動 道人心 烏扰千江水 現在都是這樣子 現在是倒過來的 所以修道人很不容易修 因為他還沒有定境 定的境界出現的時候 他不能夠遺忘 有幾句話在他心中 他心裡起翻腾 或者看到了 哇 非常漂亮的辣妹 你說 一個很漂亮的 你的要來出家 我們大部分都是 要考慮考慮 因為他一來出家 就有好幾個和尚推道心 會打擾了生人的心 會干擾了生人的心 對不對 他太漂亮了 太漂亮了 你不能老是念 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眼睛一張看到一個辣妹 哇 啊 好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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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定境沒有了 大師五妹娘就是這樣子 對 這也是人 五妹娘的時候被送去就是這樣子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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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漂亮 超漂亮 感谢观看